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山海气象时间 今年第八号台风 玛利亚已经升为长台 为了她的走向 还有明天天气如何 来请教气象主播萨辉 萨辉请说 祝你举一次 不管你今天一天原始气象在你身边 欢迎来到山海气象的时间 我是Sayequih 今天午后在北部跟中南部山区 雨下得好大 尤其在我们打烊居多的桃园复兴高义里 还有新北市乌来的幸贤里 光是下午1点到3点之间 这短短3个小时之内 就下了将近50毫米的雨量 那明天就是周休假期 天气会不会稳定一些 又或者台风会不会影响我们呢 首先透过路径图上来看了 从路径图当中 你可以看到现在 马利亚的强度是持续在增强当中 在下午4点之前 它会在关岛西北方 距离而然比大约是2000 东南东方大约是2000多公里的海面上 现在正朝着北北西的方向来前进 因目前的路径来看 它会顺着太平洋高压的边缘 持续往琉球群岛的方向来移动 那么预计到了10号到11号 也就是下个礼拜二 礼拜三这段时间 会是它最接近我们的时候 虽然现在显示的路径 对我们是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当太平洋高压势力一增强的话 路径会再往西偏或南偏 台风距离我们跟靠近 到时候影响的程度也会大幅的提升 不过现在因为台风距离 我们都还太远了 所以路径跟变数都还很大 原始气象团队将会为你 密切关系台风最新的动态了 而至于现在台风最新发展又是如何 我们透过下一张云图来看看 现在玛利亚台风的最新状况了 现在玛利亚台风 它是七级暴风半截200多公里 而且它不止长胖了 现在结构也变得更扎实 云系分布的相当的均匀 最重要的是它的台风也已经形成了 现在近中心最大风速 已经来到了每小时162公里了 而这样的风速已经强到 会把速吹倒了 因此要提醒远洋船只 避免前往这附近海域来作业 以免遭受强风豪雨的威胁 发生危险了 那么随着台风逐渐靠近 在礼拜六礼拜天 台湾的风向会由 西南风转垂偏南风 再转垂偏东风 所以下雨的区域也会从南部 逐渐转往为东部地区 不过雨是都是非常零星的 因此如果要安排户外活动的话 影响并不大 而大家则是要把重点摆在午后雷震雨了 因为周周假期 白天各地的天气 都还是相当的晴朗稳定 除了紫外线容易达到高亮 或是危险级之外 午后也容易会有 短时间的强降雨 提醒民众一定要多留意 天气上的变化了 至于在气温方面 今天台北市高温仍然趋高不下 高温飙到了38.5度 一样是高温排行榜的第一名 那明天气温会不会再更热呢 我们透过下一张地面天气图 带大家来关心气温上的变化 从地面天气图上 你可以看到明天马利亚台风就会来到这里了 暂时对我们是不会有影响的 而台湾附近风向是垂偏南风水 全台高温 仍然可以来到31到34度左右 特别是在台北市区 属于团地地心 受到气流沉降影响 高温仍然有机会飙到34度以上 提醒观众朋友 无必要事实补充水分 避免中暑 接着带来看为你整理的山海气象 所以来到台东来源于高温31度 是多云的天气 台东的泰马里近风大武大人 高温33度 云量也是偏多 年平台东北南 要流于午后雷震雨 高温32度 海端时尚观山路沿 明天午后降雨几率也是蛮高的 高温31度 长平成功东河要流于午后雷震雨 高温34度 接着来到华莲南区 高温33度 也要流于午后雷震雨 万荣凤林光复封冰高温32度 要流于午后雷震雨 华莲捷安寿风高温32度 午后也有降雨的机会 秋顶跟星辰高温32度 明年午后降雨几率也是偏高的 再来到打烟居多的大同南澳 高温32度 午降雨几率最高有90% 往南走 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 要注意局部短暂震雨 高温31度 接着来到屏东的太武来一春日 也有短暂雨发生高温31度 再来到屏东的雾台三地门马加 高温31度 也要流于短暂震雨 接着来到高雄桃园 纳马下茂林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高温29度 加压力山高28度 明年降雨几率最高有90% 南投仁海渔池水里新翼高温28度 降雨几率最高有100% 台中和平明年降雨几率70% 高温28度 接着来到苗栗的南庄师坦坦 要留意午后雷震雨 高温30度 再来到新竹的关西尖属风 高温31度 要留意午后雷震雨 再来到达恩之多的桃园附近 跟新北市的乌来 高温31度 要留意午后雷震雨 周末期各地晴朗闷热外出 除了要注意防晒之外 还要多补充水分 另外各地都容易会有午后雷震雨 水深攜带雨去备用会比较保险 祝大家都有愉快的周秋假期 以上就是这节的气象预报 我们欢喜目吧